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酒店呢 其实不能落成使用 这会员太多了 实在也住不下了 我呢 倒是有个办法 跟大家沟通一下 就是这个 正用这个村民公寓 暂时呢 先把这个村民咱给它牵出去 等酒店建好了 咱们得给它牵回来 咱们这个难题 也就解决了 淼淼 我听你爸爸说了 我就比你大两岁 你要是叫姨不舒服的话 你可以叫姐 叫姐合适吗 行 咱们各轮各叫 各轮各叫 那爸我得跟你叫姐夫了 你咋算的 你这孩子 你说这话是活这是 孙孟子 我觉得他那 你大后台保安的事呢 你别管 这里边水太深 上个你也别管啊 我跟余爱辉李小悟干到底 我不把他干跑 我是不是我也 我问你 你是不是有孩子了 你都说漏了 小如 但还挺辛苦的 多实点 那不是爸爸的孩子 那是小如他妈的孩子 小如他妈 小如他妈都多大岁数了 还生孩子 多大岁数生孩子 你不跟你说的 这孩子 这这 这把你惯的 你说你这孩子 怎么一点规矩都没有呢 你逮他说啥 那孩子 论辈分 你得管他叫点啥呢 还得 我叫啥呀 叫奶奶呗 你这叫什么话呀 你这叫 那是小如的妹妹 论辈分你叫小姨 山庄客房不够用 要征用咱们公寓楼 改成客房 纳入山庄管理 是不是 不是 这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大家 是同意啊 还是不同意啊 是吧 二魁这小事咋想的呢 咱们原来有平常的 都给咱们扒了 我后来建这么个公寓 跑到公寓住来了 咱这刚注意的 有个感情的 然后又给咱们要清出去 这是啥人呢 他搬家搬过来 从俄罗斯搬回来 和这搬带 他全国搬 想咋的这都 二魁 要下台呢 什么玩意啊 他干好好怎么能下台呢 他要把那个村民 签出山庄那个事给闹大了 现在村民联合员工 开始闹罢工呢 我说今天这么敬你 行 别整得没用的 我跟你说 你赶快出去主持公道 就以那个维护村民利益的名义 出山 对 然后把二魁给它干掉 对呀 首先呢 那个父老乡亲也听我说两句啊 金客也好 咱们山庄也好 这个所做的一切事呢 都是为了你们的幸福 为了老百姓的幸福 老百姓说 愿意咱就做 不愿意就不做 是吧 让你们搬出去 你们同意不 同意 坚决不同意 我不管谁 反正我只能不同意 你这屋 是不是有这么大小孩 是啊 小如老来带孩子了 你认识小如啊 那孩子是小如 跟丁的本生的 你那孩子是我俩生的 跟丁的本有啥关系啊 不对 那孩子是小如 跟丁的本生的 不好意思养 把你俩帮个养 你别在这儿胡说八道行不行啊 你到底是谁 我是丁的本女儿 你还竟敢在这儿胡说八道行 丁的本哪女儿啊 她根本就没有生育能力 她跟你说的没有生育能力啊 是啊 慢点 给 老百姓 我这手小心 没事 没事 小满带子进来了 你俩怎么来了呢 爸 我跟我妈来看看你 我听大哥说 我跟村民发生冲突了 我就过来看看你 腿没事吧 没事 你明天还上雪 那你这玩意儿干嘛呀 赶紧给她领过去 免导被她起不来 孙阿姨 你走吧 我妈妈来照顾我吧 你这孩子 不不不不 没事 子杰说得对 那我先回去 不用你不用你咋是吧 你这会咱俩还得谈工作呢 那你们先忙 我给你熬的粥 一会儿你喝了啊 赶紧回去吧 领孩子 那我先回去了送床 要领啊 对 你根本就不是个合格的爸爸 你这下 子杰怎么说话 你说说你来山庄 这么长时间了 这儿的情况你不了解吗 山庄跟村民之间的感情 不简单 你说说你给刘总出的是 什么馊主意啊 这不明显在激化咱们公司 跟村民之间的矛盾吗 你看看 这多少事 酸甜度给你炸好呢 还有你身儿切了个鸡 接着咱俩这些鸡腿打两下 我说老盛头 嗯 好事 啪啪啪啪啪啥 董事长给留着睡觉呢 你操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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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 再说了 老盛头你现在这么不懂规矩了 人家董事长没出来 你还没等冻块呢 你哐哐哐先招出 咱哪能卸规矩 咱那是真一家人 咱就说这些菜里色香味道的巨旋了 你过去捏炒菜 你看你那土豆腿切 出一块切一块的 你看你那腿啥的呀 像个腿一样 你刚才说的是什么话呀 还说你小秦是故意的 你伤不上人呢 这事就明白 你别跟他说 那小秦能害小月啊 你这么说你小秦能得劲吗 你光说人家吃素啊 我告诉你你现在有点偏 有点往这边偏 你那媳妇说我不是你亲生的 这么恶毒的女人 你能跟她在一起过吗 今天必须把婚离了 你怎么越大越不懂事呢 这不是无理取闹吗你 爸 你老糊涂了吧 我今天把话撂着 你要么选我要么选她 爸 我对不起你 是我不好 我向你道歉 这么些年 你辛辛苦苦抚养我长大 为了我 你年轻时候连婚都没结 现在好不容易组建家庭了 我还阻碍你 我就是个混蛋 听 听说你 你要走 走了 要走了 要走了 这也太突然了 给 给你当手下 没 没当够 没事 是 我去大午台那边 那个山姓一直没在那块 那块没领导 然后我爸让我去 我这属于临危寿命吧 那 那边也也也挺重要 是咱自己家产业 有时间到大午台看我 好 副总 副董事长 副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长 我来晚了 没事 来了就行 来了就行 我 我 我听说是不是把你调走了 你去 这时候也不知道他们打刑子 咱一说 董事长 我认为呀 把你调走 这是山庄的最大的损失 不 把你调走的是山庄的一大损失 那损失就老大 把孟倩来山庄投资 你知道吧 他为什么来山庄投资啊 韩日信走那段时间 他俩始终在一起 但是我觉得 那以后 无论我跟失信 还能不能在一起 这都是我们俩的事 只要我们俩自己能解决 你也不用谈个心理去 好 珊珊 我希望你们幸福 还有 我 我 头两天我去来的 你去干啥去了 我去找那个刘倩来的 找她干啥呀 夫人之间的 我那跟她这么说的 我说我家珊珊跟韩日信的事 我们由头到尾 我们两口子都不支持 是吧 如果你跟韩日信 你们之间有可能的话 你们尽管大胆地相处 对吧 这挺好的 是不是 行 这回我到山庄啊 我也定着点 对啊 可别让他们在一起 看着就闹醒 你这 到山庄一上班 珊珊在你的眼皮底下 有点啥事 逃不过你的发眼 就你放心了 你这说说来就就就来了 对啊 从今天开始 我正式回山庄工作了 太太好了 大大嫂 那啥 你以后只要有事 你就跟跟我说 你放心 我一定会干到头地 专政的宣布一件事 龙泉山庄副总事长 刘大葵先生 担任咱们 刘老根大舞台总经理 大家掌声欢迎 郭大哥给大家讲话 从你们的掌声当中 我看到好像 有些人不怎么欢迎 既来之则安之 请大家相信 我会跟大家 心往一处想 劲儿往一处使 再创刘老根大舞台的绘画 看药丸子这段的管理啊 还不错 那么从即日起 把药丸子这个 兼职在俩这儿拿掉 他做专职的演员 从现在开始 今天把二位交到一起呢 是因为最近 咱们山庄的经营 有一个比较大的调整 人事上也有一些变化 这首先呢 是大葵副董事长 调到大舞台去主持工作 这第二点 就是咱们夏经理 回到山庄 并且恢复原来的销售部 销售部呢 以后就跟散客业务刮钩 这是你新的办公室 我都给你收拾好了 你看它怎么样 不怎么样 太小了 咱们大舞台呢 剧场这方面呢 就是我们是 一直走绿色二人转 杜绝伤口和出口 这是对的 美马戏呢 都加入传统的 嗯 然后呢 又跟现代要接轨 应该确保在演出过程当中呢 融入一些新的内容 不能让观众只是一味的笑 应该在笑声当中 有所启迪 有所感悟 那夏经理那边可就白这样了 哎呀我大嫂就是个闭马门 太拿自己当回事了 这是他给我送的影响报告 我根本就没看 他倒挺认真 也挺卖力气 你有这经验在家 照顾照顾大哥多好 进场先没有用的 你怎么不敲门呢 六二回 你把我当猴耍呢 你这说话也太笋了吧 说我是毕马温 你这是逼我大脑听功呢 你这说话也太笋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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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去找孙家家 我就跟她说 你要是让我管 你就好好让我管 你得让我说了算吧 是不是 你不能说在我这边管 二回在那边拦着 孙家家同意了 让我自己来经营反课 而且是跟二回分开的 我是自主经营独立合算 你给我想想 我挂个牌起什么名 起名啊 那就叫龙泉沟村民自主管理委员会 简称自管会 自管会 太好了大规 行了 那不愧是管人管了这么多年 这太好了 自管会 就这么定了 你到底想干啥啊 那咱是对我的心不变的话 咱俩来个想想 妈呀 你这大岁数你可真是的 再说你 你让人看见多不好啊 咱俩你个清水明明明 就让这白天帮子 摊眼儿呢 就来个想想发沙呢 这可得到 我还得到 好 艺术的主要功能是 愚教 愚乐 我们只注重让观众乐了 笑了 把艺术的其他的功能给丢了 那是不对的 所以说我们的节目要改革 从现在开始 我们的节目 要融入那些 积极向善 引人向善 陶冶清朝令人回味的东西 好 请你出山 给我管理财物 请我 嗯 谢谢嫂子 有啥好事还能想着我 但是 我不想回去了 因为 二奎把我从山庄撵回来了 我也不好意思再回去了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正因为这样 我跟你说 你必须得回去 咱们这回啊 不归二奎管 自己经营 自己管理 知道吗 而且还得跟二奎竞争呢